智慧和慈悲心是宽恕的根本 当我们有了因果的正见 我们对不懂因果的人就比较容易宽恕 当我们有了出离心以后 我们对世间的那些没有出离心的人 也比较容易宽恕 当我们有了无我的空性智慧的时候 对那些没有无我空性智慧的人 也是比较容易宽恕的 当我们有慈悲心的时候 对众生的错误就更容易宽恕了 所以说宽恕 智慧和慈悲才是根本 素道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宽恕自己 一个是宽恕别人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正法 当我们有了正知正见 有了正念的时候 对自己的某些烦恼和习气 暂时没有力量去改正 当然我们是有觉知的了 就是暂时改变的力量不够 不能够很快地降伏和消除 但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没有自责 没有自卑 而是宽恕自己 当然也要忏悔 忏悔宽恕 忏悔就是愿意改 宽恕是让自己慢慢来 我们要知道 自责和自卑也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我们对待自己的负面情绪 应该像医生对待病人的疾病一样 或者说像精神病院的医生 对待精神病人一样 当我们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应该觉察到 转念 我们对自己的负面情绪 有这样的正确态度 心态 没有自责 而是宽恕 而是忏悔 没有学习过正法的人 没有反省能力 即使反省到了 也反省不到位 不深刻 所以他们总是觉得 别人错 我对 我没错 那有些人呢 是学佛多年了 并没有学会 对治烦恼习气的方法 或者有些学佛的人呢 虽然学会了 对治烦恼习气的方法 但是呢 由于窜息的不够 也会很容易 观别人的过失 然后很生气 没有宽恕的心态 有些学佛的人呢 当道友发现他的问题时 然后用慈悲性来告诉他 他就说别人在观他的过失 很生气 有些学佛的人 当道友发现他的问题的时候 然后用慈悲性来告诉师父的时候呢 他就说别人在观他的过失 打小报告 也很生气 那所以呢 不观道友的过失 这个要求是针对自己的 当你认为道友在观你的过失的时候 其实呢 你已经是在观道友的过失了 你怎么知道 这个道友观了你的过失呢 你有他心通吗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用慈悲心来帮助你呢 当然呢 我们看到 道友确实存在眼中的问题 有过失的时候 就像父母对待自己学龄前的孩子犯错一样 那我们要宽恕 不轻慢 不生气 而是想着怎么样的去帮助道友 那帮助道友最好的办法呢 是我们要用善巧方便 让他反省到自己的问题 和忏悔 并且愿意改变 而不是去指责他 因为道友对你的信心也不够 如果道友呢 听不进去我们的劝谏 那我们只能自探自己的这个德行不够 自己没有德行去感化道友 对吧 我们还应该自己忏悔 而不是去生气 当然呢 如果道友呢 已经反省到自己的问题 忏悔后并愿意改变 那么当他的老毛病要犯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去主动地回应他的问题 毫不客气地 有力地回应他的问题 要注意的是 道友没有反省到的问题 我们暂时还是不能够这样去回应 而应该用善巧方便 让他自己反省到自己的问题 善巧 因为德行不够嘛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要多听闻正法 多串习 对峙反导吸气的正确方法 多修慈悲心 那么呢 我们呢 既可以宽恕自己 也可以宽恕道友众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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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